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昨天大胸就跟大家说过 我说不排除今天台北股市准备发动攻击 结果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看 当你看到的一个昨天美股的一个下沙 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开低 开低下来之后你在做什么动作 我不晓得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开低下来 我们却是见地心喜 因为昨天就已经事先做好规划 所以今天开低下来你看 你看在9点56分 我带着我的一个大小威力的一个群组会员 全面做多上来 全面做多上来 尾盘流畅 今天涨多少赚多少 水啦再度大获全胜 再添一胜 恭喜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大小威力的一个群组的一个好朋友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 美国的一个联总会包额偏鹰放鹰再度放鹰 美股 领三天重错大底下来 台股 领空 都打不下来 谁在买 难道是因为今天是小英总统的一个生日吗 有这么的一个简单吗 你好好的一个思索一下 惯性正在改变之中啊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啊 当然要懂得啊 挑选一档好的股票 来操作 你可以看到当你在担心害怕的一个时候 今天啊盘面上啊 却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个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大涨上来 除了一个生计股啊 因为生计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大戏 将在礼拜一啊登场 所以今天带动的一个的一个生计股啊 全面的一个喷出大涨上来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追生计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大胸跟阿索谈到的这些的一个中小型的一个转机股 今天他们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 不论是IPC制裁的一个M31 M31今天涨停板 我们带会朋友做的是的一个金星科 带会朋友一波赚上来 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 等于元宇宙概念股的一个威胜啊 今天涨停板 威胜这档股票是我们啊 在8月26号你看哦 最后一次在8月26号带会朋友锁定的一档股票 都领先了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我常说领先才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嘛 全国你都可以见证到了嘛 那么甚至再到的一个特化族群的一个金星科涨停板 上品大涨创新高啊 还有啊 就连什么 就连啊 朱立伦的一个开令股你看啊 朱立伦的开令股怎么标的啊 还有啊 包括的一个这样 就连啊 面板的一个双虎啊 PACO 绿放阿气啊 有打群冲啊 尾帽尾帽尾帽今天是强势涨领板啊 宏杰科全新啊 还有被动原线的一个国具啊 这些最为弱势的一个股票 都不跌的都跟着的一个强势的大涨上来 这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嘛 当地空都打不下去 最为弱势的一个股票都能够涨上来 代表的就是啊 一波精彩的一个好戏啊 还在后头 你想想看啊 朱立伦概念股啊 这波短短两个多月的一个时间呢 就大涨超过的一个4.8倍 我想一定跌破很多人的一个眼镜 我常说眼镜决定境界嘛 失入决定出入嘛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OTC的贵买指数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贵买指数啊 怎样的一路的一个上涨上来啊 一路的一个这样一路的一个续创的一个新高 所以对于啊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短线的一个震荡在这个地方 你有需要担心吗 我就跟他说过了嘛 有国安全放心嘛 万事已经胜伍的一个理线嘛 这是啊 法人大户啊市场的一个人的一个共识 那么既然 这已经市场的一个共识 有拉回怎么做 有拉回当然要懂得啊 赶紧啊 挑选好股票来操作 那么到底怎么挑 我常说啊 只要各位懂得在对的一个时机 选对的产业 买对的股票并把事情给做好 就会是赢家 那么现阶段的一个台北股市到底哪些才是对的一个产业对的股票 我就跟他说过包括的一个车店嘛 IPC制裁啊 低轨道卫星嘛 以及一些啊 低机器具转机成长体材的一个股票 这就是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的一个主流啊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车店的一个概念股的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怎么样带着我们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会员朋友啊 一档接着一档的开心转 你可以看到包括的一个第三代半导体的家间 三层目标达成之后 连转四趟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第五趟的一个价差的一个操作 如果你还没有跟上小部的一个投资朋友真的要赶快 包括的一个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个汉磊 三层的一个目标达成之后啊 你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基本单讯报我们设好天立就可以了 再来包括的一个车用二极体的一个台办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台办怎么样的一个一路大涨上来的 从74块半一路赚到98块半 三层目标达成了 当然在这个地方啊 大师兄也事先提醒大家不要再追了 破断单设好天立就可以了 包括的一个盆层啊 你可以看到从150块到200块三层目标达成之后啊 那么短线的一个震荡又是另外一次的机会 这个机会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2413的一个环科啊 最近带着会员朋友 新政府的一个会员朋友 所布局的一个环科 环珠格格啊 爱蒂亚的一个接班人啊 你可以看到从8月26号21块8锁定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让这一波的一个环科他怎么样的一个大涨上来 这也是一档啊车店的一个概念股啊 我们已经告诉低信心带会员朋友再转一趟 再转一趟了 我告诉你你都还有上车的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务必要赶紧跟上大师兄的一个脚步就对了 那么甚至在低轨到卫星的概念股啊我们带会员朋友啊 我们主要是 挑选两档股票 一档就是低轨到卫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森打克这也是我们6月份的一个代表作我相信你们都非常的一个清楚啊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次从161啊170块带会员朋友一路赚上来啊 就算最近因为盘事的一个关系再度的震荡回车的一个月线又如何 我就跟他说过有拉回才有低级上车的一个机会嘛你看今天的一个今天那个森大哥今天那个表现怎么样 今天持续的一个大涨上来 一切才刚刚开始 如果你想把握的投资朋友真的务必要懂得赶紧跟上大师兄的一个脚步 哦那么甚至包括这个连掌头 他也是低轨到卫星的一个概念股 哦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从8月10号14块带会员朋友锁定 锁定布局买进之后啊大师兄也不吝啬啊大方武师啊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哦如果你今天你总的早一步啊早一天跟上大师兄的一个脚步啊 哦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涨这一波的一个连掌头怎么样的一个涨一路的一个大涨上来的 上礼拜五涨停板 礼拜一涨停板今天持续大涨在创新高 啊光是这样一趟的一个价差已经达到25.7% 哦当然啦大涨上来我没有叫你去追高 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拖断设好停利就可以了 甚至在IPC制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待会没有我们锁定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金星科嘛我相信你很清楚 哦金星科从8月24号310块啊 待会朋友啊 布局买进之后你可以看到啊 短短三天的一个时间啊 价差一张价差就75块价差的一个幅度达到24.2% 哦当然这档股票我们已经开心获利换口袋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金星科今天那个表现怎么样 今天的一个表现仍然是相当的强势今天在创新高 为什么今天能够在创新高 哦因为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车用市场啊 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权力金跟量产后的一个权力金的一个商机嘛 哦带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金星科啊 未来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成长嘛 啊配合的一个这样低档量争惯性改变你可以看到大兄就是帮我会员朋友啊 哦挑选出这样的一个好补股票啊 哦甚至载道的一个让载道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概念股啊 哦埃地亚我相信你也很清楚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跟埃地亚怎么表现的 汉地拔从大涨上来今天来到17块亿 我们从13块2带会员朋友锁定布局买进之后今天再创新高 哦价差已经达到的一个29.5%将近三成三成一个目标又即将打正 哦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拖断设好庭里就可以了 哦我相信只要啊 啊你有打电话进来 啊你有早一天啊跟上我们这个脚步啊 哦你会发现了 当别人还在担心害怕的时候当很多人呢 还在看痛看坏的一个时候 哦但是我们呢却是已经了一档接着一档了 三成目标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打正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哦你可以啊哦到不信你可以到浩子打听看看吧 哦看看我们的一个操作怎么样嘛 啊为什么我敢说啊 丁港有名声 会港属住名 都是大师兄我嘛你可以看到啊你今天你早一天跟上大师兄那个脚步啊 我相信你今天你的一个心情完全都不一样嘛 我常说啊 是珍珠就会花光是好谷就会花亮嘛 哦只要领先别人他就排在你后面 你怎么样来领先别人 来找大师兄就对了 哦那么如果啊 啊这一路以来跟他所分享的股票 哦一档接着一档啊三成的目标大战之后 哦三档下来你财务就翻一倍了啊这些的一个股票如果你错过或是明龙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哦那么接下来啊在大师兄的一个口袋名单里面到底还有哪些主力啊底部起长的主力标股 哦是你非赚不可绝对不能够再错过的 大师兄都要大家串好啊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车用显示器啊这一档啊也是我们老朋友也是我们之前带会员朋友大赚特赚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啊上半年美股赚了1.20块 赚于去年啊全年0.81块 哦那么啊最主要的一个利益是在于啊啊整个的一个随着一个公司的一个转型效益的一个显现啊 哦然后包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啊啊的一个车用的一个显示器啊啊那这个部分啊啊目前啊啊 啊他也是啊属于啊援引作的概念股的一档啊 啊目前工商的公司的一个人性度已经怎么样订单人性度已经团达一年以上 哦那么啊应市场需求啊为了扩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规模啊 哦那么公司在啊深感全新二厂啊也要兴建的一个车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光学的一个芯片啊啊 哦那么这个部分预计在今年底啊啊将要怎么样啊动工新建预计在明年啊啊或是啊后年的一个三半年啊 啊完工投产 哦那么另外啊董卓也表示啊他说啊在整个的一个输出厂也将扩展的一个生产线啊有目前的两条再增加的一个三条 哦那么主要的一个啊扩展的一个抬头显示器啊是要供应的一个大陆的一个汽啊红旗啊还有长城的一个的一个汽车啊 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也是一档怎么样车的一个这样车店的一个概念股啊啊并且旗下的一个泰国厂跟印尼厂啊啊的一个车载影音的一个导航的一个主机啊哦那么啊也打进了一个印度的一个市场啊啊目前两家的一个车厂啊都正在的一个恰谈细节当中哦那么这些都会带动公司营运的一个这样啊营运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大步的一个成长 而且更漂亮的是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部分啊哦低档啊量增啊哦打底完成之后低档量增惯性改变哦那么像这样一档啊啊啊具有成长啊体裁的一个好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你都还有上车的一个机会哦你都还有上车的一个机会哦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做把握的话 哦赶紧跟上大西洋的一个脚步就对了哦那么再来像这一档很特别的一档的一个股票哦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哦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我说绝版六字头金星科的一个接班呢哦为什么这档的一个股票你务必要赶紧跟上大西洋脚步哦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他也是社会整个的一个车用晶片嘛哦也是车用体材的一个概念股包括的一个先进的一个制程哦以及风测第三代的一个半导体 高效运算云端式武器啊哦对于整个这个材料的分析啊故障分析可高度验证分析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推动啊哦那么这些的一个这些的一个这些都渴望带动的公司营运啊持续的一个大步的成长啊而且随着一个产能的一个陆续开出啊以及扩整效益的一个显现了我就跟大家说过了而未来的营运啊将渴望随着台积舰先进制程的需求同步成长 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在挑选一档的一个股票之前我们一定先把所有的一个产业面啊先经过透彻的一个了解之后然后再配合低档量增惯性改变哦你可以看到我8月29号哦62块半我带会员朋友DJ锁定布局买进之后哦如果你有早一天跟上我们脚步啊你半堂锁定的投资朋友你都可以帮我做建设哦我我我五组会员我全部都给他哦 哦绝版六四头的一个金星科的一个接班人哦你可以看到8月29号直接啊持股比例拉高到深层哦拉高到深层哦今天这档的一个股票他那个表现如何今天就是大涨哦今天就是大涨在重新高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切才刚刚开始哦就像金星科一样你可以看到当社的一个金星科我在8月24号310块我带会员朋友布局的时候你能在哪边我不晓得如果你早一天跟上大希望的一个脚步 你可以看到啊金星科这一波的一个表现怎么样的一个一路的大涨上来哦因为他掌握到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车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商机啊哦带动整个的一个这样啊整个的一个车用的一个权利金跟授权金啊未来的一个量争授权金啊大量的运注啊哦带动的一个公司营运的一个成长配合低档量争惯性改变哦你可以看到只要被大师兄所认证过的一个股票哦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表现哦就是这么的一个犀利 哦所以这一档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一档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你都还有机会哦那么这个机会怎么来把握哦来找大兄就对了哦那么再来这一档的一个电力十足哦绝板四四头DG7的转机股哦我们今天带着哦的一个昨天啊哦你要打电话进来办好所需的投资朋友我们今天开始锁定哦开始锁定哦那么为什么我看好这档股票哦它最主要有三大的利金 第一个就是车用电子哦那么车用的一个电子啊的一个部分啊哦那么在整个那个特别太压整车器的一个部分啊预估今年出货量将至少成长五成以上哦那么第二个就是除能的一个装置哦第三个就是工业的一个电脑哦那么这两两大部分的一个整个的需求都非常的一个常见啊啊所以啊整个公司从第二季的一个营收啊足迹开始成长每年啊每季的一个年成长都高达四到五成 获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全年获利的表现更是强劲啊而且啊最近两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利率都在22%以上哦IPC工业电脑毛利率更高达25到30%哦随着一个第三季开始出货啊将进一步带动的一个获利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攀升啊所以这整个那个后世营运持续看到好之下哦你可以看到啊随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啊打底完成了 第一档量增关系改变啊这是一档啊你非赚不可绝对不能够错过的一个焦点题材主流哦这一档的一个股票你看很棒哦才刚刚开始哦你可以看到啊同样是啊哦整个的一个除能的一个装置的一个高利这一波怎么涨的哦惯性改变啊哇光是从7月7号这样一波大涨上来哦涨幅就超过1.1倍啊哦你可以看到啊包括不关键系统的一个 昨天也是一样啊从7月4号啊打底完成冠性改变之后啊这一波啊随着啊大涨了一个超过71%哦那么像这一档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十足啊啊啊打底完成冠性改变之后一切才刚刚开始啊哦所以如果你想要跟着大兄一起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哦也欢迎啊各位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哦我曾说啊购票要多啊啊啊一百万做一档 哦我们啊啊啊我们啊啊利用啊当古所担的三三三麻雀战化的一个方式一档接着一档哦帮我们会员朋友不断的一个创造的一个获利累积财富哦我相信我们这个操作大家都有目共睹哦基小胜为大胜哦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待会员朋友啊 哦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如果说啊你想要跟着大胜一起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哦这个机会真的非常的难得因为接下来准备完大哦接下来准备完大的请你务必务必啊要跟请脚步哦想要跟上大胜的一个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哦那么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办好手续哦那所有的一个汇集啊 哦大胜在加码哦一律从啊中秋节后起算哦这是一个哦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哦大胜保证啊哦让你可以用最低的门槛啊哦大胜带你啊撞完整个九合一的一个选举行情哦目前离九合一啊的一个选举啊还有三个月的一个时间啊哦这三个月的一个龙行啊这么难的一个机会 我想你不要哦你真的不要不要再错过了哦如果说你想要跟着大胜一起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来第一个啊QR Code哦还没加入的投资朋友QR Code赶快闪号一下哦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哦今天来电办好手续哦不仅大师兄在加码哦所有汇集从中秋节后起算并且大师兄这一套与大户同行实战的操盘课程 哦那么这一套的一个实战操盘课程哦有包含讲义有包含光碟哦那么你念总共我光碟我录了六小时哦当你拿回去的时候哦你就能够会心一笑你就能够很彻底的缓然大悟哎为什么哦大胜会挑选像威胜啊哦像啊第三代办到底像二极体的一个台办啊哦还有 金星科在内的股票为什么都逃不出大胸的一个收藏金哦当你啊哦大胸这一套的一个实战的一个航务课程啊哦你把它看过一遍之后啊我相信啊哦台北股市啊任何股票要涨要跌啊都将逃不出啊你的一个收藏金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跟着大胸一起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哦趁着今天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哦也欢迎各位赶紧播 我打一下这个电话下一档的一个底部起场主力标股大胸都要大家传好啊啊想要跟着大胸一起同步掌握的好朋友也欢迎各位的来电0223219933022329933让你趁着轻轻轻轻轻轻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哦拜拜 你是否还在彷徨面对人生许多选择却无能为力每天通勤时间都在思考日以继续工作是为生存还是为生活你值得一个更高效的方式加持你的人生 9月4号星期天Zewi Hotel女论新时代论坛邀请四位跨时代女性 台湾第一位极地旅游探险员陈千华 百吻巴黎行动艺术家两性作家杨雅琴 还有阳光福特家创办人陈慧平 进读五郎郑依林 唱谈追梦竹梦 家庭平衡职场与领导学 名额有限赶快扫QR过报名吧 现在报名还有精美手帐金油火笔盒 让我们迈向更自信美好的自己 我们有所在理解的星期内 我们在白衣传室中传室中有颜色的 可能还要有提供的